大家好 我是小佐 今天是3月28号星期一 又是新的一周 今天我们继续跟进重要事件和大盘以及热门的股票 欢迎您首先为本视频点赞 也欢迎您成为本频道的赞助会员 好 我们先看关于宏观层面的重要消息 拜登将对美国的亿万富豪征收薪税 马斯克要多掏500亿美元吗 拜登向富人征税将让马斯克多掏500亿美元 泰国Times报 27号以此为题 报道称 作为减少美国预算赤字和重振美国总统拜登停滞不前的国内议程的计划的一部分 白宫当地时间28号将提议对美国亿万富豪征收薪税 报道称 亿万富翁最低所得税是拜登2023财年预算的一个组成部分 将对身价超过1亿美元的美国人征收20%的最低税率 在这种情况下 美亿万富翁太空探索技术CEO特斯拉 CEO马斯克要多掏500亿美元 白宫预计该项税收规定将在未来十年内将美国财政赤字减少3600亿美元 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来自最富有的700位美国人 拜登曾多次敦促最富有的家庭和企业在缴税时支付公平份额 但报道指出他至今仍未推出针对亿万富翁的计划 这个是啥呢 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了一个 面临一个新的危机的时候 那么背后的这些大资本家们就要倾囊相助了 也要作为国家持续稳健运行的重要的一分子来贡献一份力量 那这个有点像中国的共同富裕这个概念的一部分 另外针对马斯克的坏消息还有另外一件 特斯拉CEO马斯克称自己或许再次感染新冠病毒 今日特斯拉CEO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自己也许再次感染了新冠病毒 但几乎没有症状 据此前报道2020年11月 马斯克在到访瑞典后被感染新冠病毒 肺炎病毒 但应该是被另一个来访的美国人传染的 当时马斯克在一篇推文中写道 从不同的实验室我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最有可能的是我感染了中度新冠肺炎 我的症状是轻微感冒 这并不奇怪 因为新冠病毒也是感冒的一种 2021年12月 马斯克透露自己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 作为当前新的面上的世界首富 他的健康也关乎相当多的情况 相当多的事业 希望他能尽快恢复健康 至少目前来说 对于外太空的探索 他是重要的中间力量 希望他能及早康复 好 那么今天那两条新闻 实际上也是比较重要的 一个就是财富分配问题 财富大资本家和国家发展的相关的问题 也就是本质上财富分配和社会公平问题 第二个就是资本家们的身体健康问题 可见在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家的力量还是非常大的 对吧 大到影响一个国家 小到影响一个产业 那么更大的宏观的视野范围来看 甚至影响到地球 地球的未来 对不对 好 开玩笑 我们今天周一看一下今天盘前大盘的表现 那么标普白指数目前是 这个期货是目前微跌0.10% 我们看到一根 我们看日线图 看到一根非常小的十字星线 而且是微跌一点点 说为什么会这么弱势呢 谁弱势 多头和空头都弱势 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在没有他真正选择出方向来之前 我们应该假设近期的一个多头 可能要继续 为什么 因为美股啊 他一旦走出一些多头波段啊 他就是比较强啊 特别是在下跌距禅的右侧的时候 他就是倾向于比较强 说他万一地下来呢 哎 我们已经在四小时级别 划出了一个止损线啊 我们这个止损点呢 也可以放在今天这根 目前这根四小时K线之下 或者是这根长长的十字星 下面一点点作为止损 对多头来说 说今天这个行情会不会很复杂呢 是的啊 我我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啊 这个在日线级别 你看到小K线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复杂 因为小K线 它的意图不明显啊 很多事物呢 在啊 这个没显现出来啊 它的一个真面目 没显露出来的时候啊 是最危险的啊 所谓啊 叫黎明前的黑暗 或者是啊 这个风暴之前的瓶颈是吧 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瓶颈啊 才是最危险的 所以多空双方都应该注意哈 因为它太小了 以至于人们都发现不了它其中的奥妙 好吧 那因此呢 对于多头而言呢 应该带好一个 如果你做的是大百安指数 或者相关的一些衍生品的话 应该带好一个比较紧凑的止损 行吧啊 或者是啊 这个止损是作为一个减仓位使用的 我只是多头 那么一旦空头卷堵重来的话 那么空头也不必真的要想去做空的话 务必要带好一个小的止损去做一个短线的空 说市场到底会怎样 从目前来看 我们还是看到多头还处在强劲的多头范围之内 这空头啊 确实应该显现出一些力度给我们看一看 好吗 多空头 我只是说啊 这个这个华尔街的空头啊 好吧 现在还没有啊 力量不够 嗯 力量还不够啊 美股就是这么强啊 一旦走出一些多头不断啊 这个多头很难这个这个收手啊 你看就是这样啊 那么今天啊就以这个趋势线啊 我们再看思想说 以这个趋势线为界看一下 好吧 那么即便是下行呢 其实空头也面临着较多的心理压力和技术上的一个支撑 所以呢 空头也要注意可能是一些短线的空 对吧 那么目前呢还没有走出这样的 看下来啊 啊 那么接下来几个四小时可以想啊 就可能会给出一些苗头啊 那么如果有人觉得啊 看不准 那你就先假设多头局势是继续 这就是基本原理啊 我们没有理由 现在假设趋势要终结啊 就是这个多头局势 好吧 好 我们看一下纳斯拉克指数 目前是微跌百分之 呃0.36啊 他今天这个影响比标普稍微大一点点啊 但我们看到他还是一个犹豫的k线 目前空头是略微占主导局势 我们看一下4000多 哎 按照我们这个画法呢 实际上空头已经尝试下来了啊 所以呢 啊多头啊可以检仓或者是适当观望了啊 不要去追高 没有仓位的是不能去追高的啊 那么空头如果你想做进场做短空的话 也不是说不可以啊 那么只损自己啊 放在这几根4小时k线的高点啊 或者是你可接受的一个小高点附近就可以了 好吧 看这个样子啊 这个标普比纳斯达克要强势一些啊 你看标普人家是阳线 纳斯达克4小时下也是阳线 但这阳线好像小一点啊 啊 不管怎么说呢啊 在日线图上我们还是以主要波段式多头为准啊 那么逢低啊 逢低找到一些你可以接受的一些支撑区 找到做阳线啊 做多头的一个指定位啊 就可以了 由于他啊 近几天是非常窄幅的波动啊 小左这边也没有办法说啊 在大的方向上啊 就是一定会上涨或一定会下跌啊 你看是不是非常窄幅的横向波动 那我们现在应该假设可能多头是要继续的 那么多头一个可能的策略是等待一个明显的回撤再进场 也是OK 继续选择多多是吧 或者是在上方挂拖带做多 这么窄幅的波动的话 我觉得盈利就会比较差哈 啊 当然啊 空头如果想要做短空的话 那你的盈亏比啊 或者说你的止损点还是比较小的啊 我这里呢 没有方向感啊 我现在仍旧假设多头啊 还是更强一些 好 罗素 罗素目前微低 对罗素来说呢 我们反倒可以认为他有可能上去啊 因为他的洗盘时间要比其他的大盘要长时间啊 时间更长 我们看到这几个日线图是不是啊 这个空头也比较弱啊 但是啊 多头啊 悬合这么久 估计就是要上去的意思啊 所以应该优先看多 那如果这四个指数呢 有一致性的话 后续是不是也应该继续看多呀 是的啊 我倾向于 我倾向于是如此 那么对于罗素来说 应该画好一个近期的 可能的趋势线啊 就可以 注意稍微给他一些空间啊 这些啊 这些影线啊 包括实地位置啊 都不一定啊 就是啊 一定会破位怎么样啊 要稍微给他一点 波动的一小空间好吧 好 我们看一下道琼斯 道琼斯目前微低0.03啊 那他应该也是要上啊 他和这个罗素反正 这几个K线还是像的啊 那这样的话 大牌还是有可能上的啊 有可能上 看起来像啊 看起来像 不过啊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啊 凡是我们看到非常微小的 K线的波动的时候 大家都要注意啊 都要注意啊 在啊 强势的多头 波头 多头范围内呢 其实应该假设多头是继续啊 我在反复重复这个原理 就是让大家有方向感 好 我们看一下原油 呃 那么关于原油的一个技术面呢 我们我觉得啊 呃 他受到消息面的影响也是比较多的啊 那么关于 俄罗斯 美国啊 包括欧洲 欧盟啊 这方面的一个啊 比如说货币方面的一个主张啊 比如说天然气用 呃 用欧元啊 或者是卢布 等等啊 去支付啊 等等 包括啊 美国增产 包括中东 是不是增产啊 原油天然界等等啊 都啊 非常复杂 那体现在k线图上呢 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波动 近期呢 我们画了一个四小时级别的小下跌趋势 那么现在可以尝试做多吗 啊 是可以尝试做一个多头的突破的啊 在这根四小时k线做一个突破的 看看能不能测试一下中间啊 就是这个横向的阻力区啊 注意我们上方的这个下跌趋势线 目前是有效的 大家看到吧 他到那的时候 他就弄下来了啊 他就落下来了 说明啊 他不想一次上去啊 说明有很多人看到了这个下跌趋势线 这个大型下跌趋势线目前是有效的 突破上去肯定要再回踩测试的啊 所以多头啊 现在近期做的是一些短线波段 超短线波段 说他有没有可能下啊 有可能 所以说挂一个突破难做多呢 对不对 好 看看他能不能突破上去 如果不能突破上去的话 那么油价有可能在一个窄幅区间震荡啊 说这个现在油价高吗 高啊 超过100块就算高的 超过100块 超过100美金一桶就算高的啊 那希望希望更高吗 那中东那边肯定希望更高 俄罗斯希望也更高 美国你说他希望高还是不希望高 美国是一个矛盾体啊 他一方面是能源 他有产能源是吧 他希望能源集团啊 利率集团希望价格高 但是呢 过多的美元回流导致大量的通胀啊 包括物价的上涨 他又不希望通胀特严重啊 所以美国非常矛盾的啊 那么他在处理这个矛盾过程中 他怎么办呢 其实我是猜不到的啊 我是猜不到的 特别是原油 他也完全不法控制啊 这个局面 好吧 那么现在呢 应该在短线范围内啊 尝试去做多头的小反弹啊 甚至突破上去 对吧 那么空头啊 现在我是觉得 现在追空肯定是不是特别好啊 不想去做多 更好一点 好 我们看一下黄金 黄金呢 今天再次完成了一个回落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叫什么图啊 日线图 这个日线图呢 稍微横盘了一下 到这又弄下来了啊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不懂啊 这个咱们看一下历史 你就知道了啊 这个黄金呢 你看他 他每次都是反弹的时候 啪啪弄下来一下 是吧 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特性啊 那对他来说 你趋势性不是特别明显啊 有时候趋势性很快啊 然后迅速的给你改变 去说啊 这就是他的一个特征 所以东方商方应该在短线范围内去做 那我们啊 上周五说啊 如果直接在这里挂多头啊 进场 那你应该止损了啊 因为他弄下来了 对不对 可见啊 这个短线趋势呢 也不是那么的有效啊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只能用横向的方式啊 去找到可能的支撑区和阻力区去挂多单或者空摊了 对 这就是震荡行情的做法 那么下一个重要的支撑区大概是在1820一带啊 那么现在是27 1820一带看看能不能止住啊 给出一个反弹啊 比如说你就赚几块钱 比如说就赚20到25这样的一个反弹 或者是20到30这样的一个反弹就可以了 这注意啊 这现在是做的是震荡行情中的小空间的一个指引 对吧 注意不要提高预期啊 因为现在是无需震荡 对吧 他没有走趋势 对黄金 我们要随时改变趋势和震荡的一个思路 因为他就是随时变 一会你看他是趋势 一会他就变成震荡 你好像是被震荡洗的脑袋晕头转向了 一会他又变成强劲的下跌或上涨趋势 是不是 一会你看着银线比较强 突然啊 来一根大阳线 给你逆转一下 有人说怕黄金吗 有人说怕啊 怕就尽量少碰他啊 黄金是确实是非常复杂的品种 它的复杂度呢 虽然也受基本面影响 但它的技术面非常复杂 甚至啊 有时候跟消息面没什么影响 它也很复杂 原油呢 至少是一个商品啊 原油人家还有一点基本面的一个供需关系啊 在影响着 或者供需的预期 可能会导致期货市场 对它价格的一个重新的发现啊 那么黄金呢 我只能说宏观层面 黄金长期是要涨的 当然黄金的上涨 影响因素破都啊 比如说美元 如果啊 大部分资金都回流美国 美元不断的升值的话 你说黄金是怎么样 黄金可能作为一部分避险资产来配置了 它的重要性呢 就会相对削弱一些 所以美元升值啊 对黄金影响还是比较负面的 他们俩是互相关关系 我认为啊 好 这个美元能升值吗 大量的美元回流的话 会的啊 大量美元会的啊 但是呢 呃 这个是 这这太复杂了 我就不说了啊 从目前客线上来说 确实是个阳下啊 那么接下来在99100一代能否突破啊 是近期的一个关键的技术点位 好吧 太复杂 不行 不好说 不知道 好 我们看一些重要的股票 我们进行快评啊 那么对于电力行业来说 我们之前画了一个平行通道啊 那很显然有突破上行的一个意思 大家看到吧 突破 洗盘 再拉升 那么现在可以尝试做多吗 我们看一下左侧 左侧没有高价啊 可以可以做多 但是啊 你这个做多呢 你务必要带好一个 趋势线啊 这趋势线怎么画 我们就这么画 你比如说你止损就放在94 稍微给一两块钱的一个止损空间去做多啊 他有没有可能再洗一下盘 对啊 我们就是要提防这一点 但呢 有时候这个能源啊 包括电力行业 他不给你回车啊 他就直勾勾上去 他为啥直勾勾上去 你看他历史 是不是直勾勾上去了 稍微给一点点小回车 他就上去了 说这啊 这是就是个洗盘 看到吧 他是一个上清建仓的一个洗盘 直接就弄上去了 是吧 那么他万一带着再洗呢 所以带好一个止损 或者给他一定的一个波动的空间 自己去决定啊 整体方向 我觉得还是要涨 说为啥电力这么贵啊 你看通胀吗 原材料啊 商品啊 这个商交费品 还有大宗商品啊 都在涨价 电力也得涨 是吧 电力也得 电力是啥 煤电 核电 水电 风电 是吧 特别是煤电是主要 也就是火电是主要的 那煤炭大涨呢 近期啊 煤炭加根大涨 所以电力也得涨 好吧 这就是通货 恶性通货膨胀的重要的表现啊 我们的基础生活设施 生活原材料 生活消费品都变贵了 恶不恶性啊 不知道啊 但是大量美颜回流 对美国 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恶性的影响 负面的影响 不一样啊 这次的一个变化 好 我们看一下亚马逊 亚马逊近期有向上的意图啊 我们之前啊 现在身后看呢 这是一个 下跌均的一个突破啊 跟大盘是一样的啊 那咋个一样 那么后续我觉得上行的概率会略高一点点啊 啊 但是短期内有有在这里震荡的可能性啊 好 但是即便上行呢 大家看上方有好多阻力区的啊 所以多头应该降低预期 那么真正的趋势回归呢 应该是强势突破再回踩指低再紧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CHWY 那么这个图呢 我们啊 在近期看到了向上突破的一个意图 大家看 突破回踩 再踩再踩 哎 发现在这里有指跌的一个技巧 那怎么办 可以在47块钱或者46块5一带挂多头的突破单进场 止损就放在43啊 去尝试做多 说看均线组 看均线组 你现在是空头的环境啊 怎么看 没法看 是不是 你不管你相信哪一根K线 你怎么知道它长到哪呢 干脆历史经验 历史经验没经验 是不是 历史没啥经验 所以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简单化吧 脑袋里 不要被某些指标 或者是某些具体的东西谋定啊 我们现在只能发现近期的下跌小局势有被突破 然后回踩三根K线的回踩的指跌的情况啊 那么为了避免它继续往下走 可以挂突破单进场 是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原油啊 这个雪佛龙 啊 也是啊 他上涨 上涨 国际呢 要在这里高位洗下盘吧 整体情况应该还是要涨吧 应该还是要涨 应该还是要 因为美国在短期内无法解决 美国中东无法减短期内解决俄罗斯 能源啊 供应的一些问题啊 这个问题会不会得到解决呢 要看啊 俄乌到底最终怎么谈判了啊 俄罗斯这么强势 那肯定是不好谈的啊 这个事儿啊 听话 同时呢 欧罗斯和欧欧盟区呢 都有挑战美元的一个意图啊 所以啊 对吧 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 好吧 美元霸权会一下崩解吗 不会那么容易的啊 哪那么容易 好吧 我们要客观冷静的去看待这些事儿 好 我们看一下福特汽车 福特汽车近期啊 有队下跌趋势一个突破回踩 我们看到这个回踩是个ABC小回车是吧 那么接下来呢 呃 多头呢 是应该等待强势之地啊 注意在这个附近的强势之地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大型的趋势下啊 必须得在这强势之地 那如果怕错过怎么办 可以在17块一带挂多头的突破坦 或者是等待 接下来啊 在比如说15块钱以上啊 直跌 16块钱左右直跌的时候 再看啊 再看出现阳线的时候再移 我觉得应该还是要涨吧 福特汽车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啊 先等待一根阳线啊 或者是在这些阴线之上边挂一个突破坦啊 或者是慢慢的分批啊 不要急 好 我们看一下 Lucy的好久没看到啊 Lucy的近期有和这个中概股有点类似啊 拉伸 洗盘啊 那这部分呢 只要他不跌破20块4毛9这个低点 后期呢 应该还是要慢慢布局多的会好一点 好吧 不要着急啊 他这个有点毛股的意思啊 看着这个k线 所以要分批 未来汽车今天会不会跌啊 有可能啊 或者是啊 我们啊 也是啊 等行吧 就是在这个回撤啊 等一个止跌阳线出现 再慢慢布局吧 说一下一下布局很多也不现实 因为他还要在这里洗盘啊 还还要在这里洗 不要急 超到绝对的底是不大现实的啊 Pins 嗯 Pins呢 近期有突破横盘的一个意图 那么多头呢 应该也是啊 慢慢布局 那这个图呢 我觉得还有可能是底了啊 这底的概率呢 就是务必在这个低点之上形成一个小趋势 行吧 在这个附近形成一个止跌 那就更稳妥了 好 我们看一下PayPal PayPal近期也是啊 我们说在这个一样啊 这几个图是一样 都是在相对底部 所以他一定会止住吗 有可能哈 有可能 有可能啊 我止 我有点倾向于要止啊 要不然就跌没了啊 300跌到100 是吧 跌没了 再跌的话就没了 他 顶多就是在这里反复震荡震荡 对不对 所以不要急于一次性啊 那么真正的更安全的加等点位 是在下跌圈右侧啊 还是有机会的 好 我们看一下RBLX 这个图是一样的 但是他呢 运动到这个下跌圈线附近了啊 所以多头呢 你要么就等等右边也可以啊 好吧 左边呢 也不一定稳妥啊 我说句实话 左边都不一定稳妥的啊 左边都不一定完全在这个低点之上 就止住啊 个人喜好并不代表真实情况 明白吧 真实情况还是右侧交易者会更稳妥一些 好 我们看一下铁路公司啊 这是铁路吧 SO 那这个图呢 也有向上的意思 上次我们说过啊 在通道线的上轨啊 他有意图向上的话 那后续应该还要上 那多头进场的话 他止损是放在69 给他一块钱的止损空间就可以了 直接进 所以有没有可能长 看这个样子油啊 这个 这好像是 好像也是电力公司啊 这我们说过一次啊 好吧 这个不熟悉的就不要做啊 这也是有一次网友问啊 我才分析的 好 我们看一下SQ 嗯 SQ现在是在洗盘是吧 啊 洗盘只要直接就应该就要继续继续上涨啊 注意啊 这个趋势线不能被破掉啊 我们话的趋势线不能被破掉 就就应该看涨 好 我们看一下 TLT 这个让我看国债 其实我对国债也不是太懂啊 到底到底到底 欧部的局面啊 影响对美国国债啊 也就是美元信用啊 影响几何 我觉得哈 有适当的影响 但整体基本面不会影响太大啊 美元仍旧是最最好的资产 或者美债仍旧是相对好的资产 对吧 只要美国还愿意成为啊 这个世界的一个领头啊 领导者 他就不不会啊 让自己的资产变得廉价不堪啊 所以大家要 理论上应该相信美国啊 但现在你要不相信美国 你相信谁呢 是不是 谁有这么大的这个 对吧 蓄水 或者说这这些优质的金融资产呢 所以啊 从K线图上来看呢 我目前看到的是 我们就说这K线图 我也不讨论 那个啊 不讨论内涵 我们就看这K线图 目前还没有进入到多头的范围内啊 所以啊 这个即便是 是个 想让我猜底 我猜不到啊 历史上底在哪 猜不到啊 好吧 好 我们最后看一个特斯拉 特斯拉今天我们表达了 对他的关系啊 特别是对马斯克同学的一个关系啊 那么近期确实到一些临界位置啊 从 宏观层面来说呢 啊 当前的局面呢 股票留下哪呢 大家说说 当然是热门的行业和领域了 这个钱啊 留到热门的行业和领域 包括那些大东商品身上啊 那么特斯拉这个东西呢 他顶多就是高位横盘震荡了 所以东风上方也不用太过害怕 对吧 多头不要太怕 他顶多就是高位震荡了 是不是 那有人说啊 这个他一定会跌 你看盘前就跌了点 他一定会跌下去吗 刚才我们看大盘可能还要继续涨啊 所以 不知道啊 今天大盘也是比较横盘啊 比较横盘啊 希望他继续涨吧 那么这样的话 特斯拉呢 那也是有可能的哈 也是有可能继续往上弄的 嗯 如果有人怕的话 怕这个重复 又砸下来一下 是吧 嗯 是的啊 那你可以适当减点仓啊 适当减点仓 等等看到一些明显回撤的时候 你再买回来 你会发现你的成本会更低一点 有人说 不行啊 他一定会直直直上去啊 不会啊 因为他直直上去呢 会面临这样这样的一个阻力区 看到吗 这有个阻力区呢 到1100左右的时候 就就要就要给出回撤 是吧 所以多空双方啊 特别是多头啊 不要太过的悲观啊 那个没进场的 也可以等待一些回撤啊 回撤还没给呢 现在好 我们今天啊 休闲这样 拜拜 拜拜